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战神2 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 第七集我是310 那么上一集呢 是说到哪了 上一集是这个比较短对吧 上一集是说到那个 打完了 蛮人之王 这个野蛮人头目 咱们是拿到了非常牛叉的武器 这个锤子 然后到这里呢 这里有一个武艺非常高强的杂兵 在那一挑三 好像会一些中国的武术之类的东西 然后咱们跳下去以后呢 就转这个转盘 转这个转盘的时候呢 会有每次两个这样的杂兵跳上来 那咱们对付他们呢 就直接扔下去就行了 非常烦啊 一个人的时候呢 就用三角形终结 这样可以转一点红魂 那五点的这个用 哎 这家伙跳的这个站位非常好啊 刚好站咱们这个扶手上 好 趁这个杂兵在那儿 窝弓的时候呢 咱们多拉一点 好 等到刷两个以后呢 直接扔下去 有时候运刺好可以一下把两个都给扔下去 那运刺不好呢 只能扔下去一个 好 转到这个位置呢 差不多就可以跳到对面那个地方去了 这里的杂兵因为是无限刷的 咱们千万不要跟他做这个太多纠缠 把这个有限的生命全部耗在这些无限的敌人身上 这是非常不划算的 而且后期的那些敌人都已经没有红魂了 咱们看看这个有没有 哎 这个还有 这个杀到一定程度呢 这个杂兵是不掉红魂的 你看这个已经没有掉红魂了 那你只能通过那体数终结的五点来转红魂 这个就太慢了 这次也是扔下去一个 这里要注意顺防 抓紧一切时间 这个地方打得非常花时间啊 不理他 哎可以看到他要到远处犯二了 咱们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 赶紧跳过来 好 那么总算是过了这段非常恶心的这个转盘这 花了将近两分两分多钟了吧 那到这里呢 就会碰到一个这个小型boss 这个是石石头的这个米诺牛 哎 他会用这招以后呢 连续四拳 咱们在远处利用这个 前面五下挥空 最后一下三脚砸到他身上 然后咱们上去贴身打 那贴身打以后呢 他就经常出这招转圈的这招 这招是非常好躲的 只要离远一点就可以躲开 等他转完呢 咱们五招又刚好放完 又可以回去打一下这个三脚型的那招重攻击 这样就形成一个循环 所以说这个牛还是比较二的 哎 他想干嘛 你尽量靠近他哎 这样他就很容易出那招转圈的招 他出这个砸四下 咱们也是同样可以在远处利用五下挥空一下三脚 五下方块挥空一下三脚 这个打中他最后一下 就像这样 打完三脚呢 要赶紧跟他贴身 然后方块挥个两三下就可以滚开了 他基本上肯定会出这个转圈的 然后一段时间以后呢 这边就出QTE了 一共四 一共好像四个吧 好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敏多牛给终结了 话说我又换了个麦 这个谷歌老喜欢换这个视频采集设备 我呢老喜欢换那个耳麦 主要是一直找不到一个就是像战神三那会儿录的时候那个耳麦 那个耳麦是已经功成身退了对吧 坏了已经 但是后面买的耳麦呢 感觉这个麦克风的声音都不如那个清澈 都有点这个糊不知道大家听有没有这个感觉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新钞码 那个多玩那个新钞码的流程 第一级和第二级的那个声音 好这边藤麦上的敌人呢 哎想怎么打怎么打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圆圈 直接投机搞下去 像他这样上来抓呢 直接左摇杆连推就可以把它搞掉 哎这个也上来 这个你只要按对QT他是不费邪的 但是你要是按错的话就被他拖下去了 那就 这个QT应该也不会有人按错吧 这个连摇左摇杆 好然后跑到这个地方呢 拉开这个闸门里头有一尊命运女神的雕像 咱们利用这个命运女神护身符放慢时间 要不然这个大齿纹咱们过不去 好然后到这个传送带上面呢 哎扒住上面的边 这里上去是个绿魂宝箱 咱们就无视了 但是关键呢要往右边爬 右边爬这个 在这个绞肉机上头上头有一个这个小空隙 这个空隙钻进去呢里头有一个红魂宝箱 这个是不容错过 这个空隙是比较多的 因为藏的比较好 一般藏的越好的这个 这边这个没有控制好 翻滚的这样一个距离 正好被石化了 这边这个门可以用锤子直接砸开会比较省时间 一般三角形三下就可以砸开了 好咱们跟这些杂兵玩一玩 只要一直按住防御他们是伤不到我们的 然后随着这个传送带的推移呢 渐渐他们都被石化了 这个石化以后呢用 用这个锤子是一下就可以砸晕了 哎这里小心自己被石化 你自己被石化的话可以选择这个 连推左摇杆也可以选择暴气 哎像这个空中直接被石化掉下来是15点红魂 打这个如果是用这个 雅典娜之刃打这个石化的敌刃的话 最好的方法就是方块三角这样一套连招 不一定要用方方三角因为方方三角会比较慢 好这边砸了差不多就可以走了 走到尽头呢这边需要荡一下过来看看这里这个绿魂宝箱啊 我这个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开 这段路咱们以后还是要回来的 所以说绿魂宝箱留着有时候也会 为后面的道路这个提供一些便捷 好这里我们把这块石头推下来以后呢 先把这里的这块石头往 往这个往回踢脚 把这个平台给他 这个和地面齐平 然后再把这块石头给推上去 来推上去呢这个平台又开始倾斜了 这样把两块石头都推到边缘呢 这个平台就彻底的这个 翘子这个边了 咱们跳下去以后呢 按R1QTE 把整座这个神庙给他推下去 来把这个东西直接把他这个推下去以后呢 就在沼泽上头 搭乘了这样一个路 咱们就可以去这个地方了 好这边沿着石头爬上来 这里的荆棘呢一下三脚重攻击就可以打掉 然后从这里前进呢 咱们就要可以去拿这个金羊毛了 这里的这个齿轮呢以后回来是可以打碎的 但是现在还打不碎 看这里有一头被石化的米诺牛啊 好上去按R1出发剧情 这里有一个奄奄一息的杂兵 他说救命 他说战神 杰森 杰森是他们的一个队员 他们的杂兵之一 那个野兽把他抓走了 我们所有人都死光了 杰森 杰森他手上有这个金羊毛 你必须要救他 这个金羊毛是 去美都沙神庙的钥匙 好 那么这个人说完话呢就变成咱们奎爷的道具了 这个也是惯例 这里这个又有一头被石化的这个米诺牛 然后往前走 我记得会刷美都沙 怎么这次没有刷 咱们带着尸体 又刷了 咱们赶紧把尸体放下来 这美都沙呢 用锤子 哎呀 被石化了 锤子因为不能翻滚 所以说要小心被石化 但是锤子这个攻击力高 所以说对付这种单个的敌人 还是推荐大家用锤子 那看到他要放这个石化光线呢 赶紧按R换成这个雅典娜之刃 然后翻滚 哎就像这样 哎好像没砸到 这个美都沙他出招之前都会叫的 所以说还是比较好判断的 我觉得 把他给脑袋扯下来以后呢 这边获得一大堆蓝魂 然后继续扛着尸体前进 哎可以听到里面这个三头犬子 正在吃那个叫Jason的家伙 哎咱们把他这个尸体 还不算尸体吧 奄奄一息的这个家伙放在这个传送带上 用他的生命呢 卡住了这个齿轮 咱们 奎也经常干这种 残忍的事情 好这里这个还有两个宝箱 一个是红魂加蓝魂 一个是凤凰羽毛 不要错过 还是比较明显的 然后咱们把这个 锤子一锤就搞定了 把这个东西 齿轮打坏以后呢 过来这边绿魂宝箱开一下 双色宝箱 等他变绿魂的时候打开 这里满血满状态 换上锤子 进去迎战这个三头犬 好 这边这个三头犬呢 在吃的这个家伙就是Jason了 可以看到他把这个Jason带着金羊毛的那条手臂 闲在嘴巴里 朝咱们奎也跑过来 这个三头犬呢 我推荐大家使用锤子来打 就一招三脚三脚 就像这样打 然后看到他要攻击的呢 就赶紧防御 把他打退呢 可以连 上去这个连续攻击 还小心的就是他这招攻击 三头犬的所有攻击都是可以用一般防御防御住的 只有这招突火球是不能用普通防御防御住 他是会破防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有这样一段动画就说明战斗进入第二阶段了 他这个突火球之前的前兆 非常明显就是往回一缩然后屁股坐那 大家看到他出这个动作呢 赶紧躲开他要突火球了 而且这个突火球是固定四下 像这种什么爪子抓 还有这个火焰喷射这种都是可以直接防御的 可以看到他这个一坐下来呢就要突火球了 咱们可以控制好距离因为他这个火球是有距离限制的 站在他打不到的那个距离然后用一下空中 L1 放一个冲击波过去是可以打到他的 他又来了 这招非常二 好 喷火 喷火的话直接防御 然后上去 两下三角 看他打退呢 再接两下三角 然后注意他右爪这个往前抓的那一招呢 是两下连攻击 所以说要注意不要太贪 反正这一战 多防御就OK了 可以看到还是比较轻松的 切记不要贪多 他还有一招没有出就是 这个爪子向地下砸一下 这个砸出一个冲击波 这招也是可以普通防御防御住的 不会 不会掉血 这战如果爆气打的话 还是会伤不少血的 我也试过不推荐大家使用 好咱们从他嘴巴里 拿出这个金羊毛 套在自己手臂上 这边盖亚说了 这个金羊毛有什么能力呢 就是防御住敌人的这个攻击 并且反弹回去 好这里站在中间呢 掰下这个开关 这边这个墙就会吐火球 咱们掌握好时间把这个 火球喷到咱们身上的时候 按下L1顺防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这个 把火球弹回去 把墙壁给砸碎 然后美杜莎的这个石化光线呢 咱们抓他一下 他肯定会放石化光线 然后按对QTE就可以把他干掉 就可以把他石化 然后就可以轻松干掉 好 像这样 以后对付美杜莎就非常轻松了 上去直接投资 抓他一下 引他放这个石化光线 然后按对QTE 当然先要这个顺防 这边没有掌握好节奏 再来一次 这个也是不太熟练 就像这样 按对QTE呢 就可以直接把他石化 而且是 大范围周围所有的敌人都会石化 这样的话就可以 这个打起来就非常轻松了 那从拿到金羊毛这一刻开始呢 这个美杜莎就是咱们的卧底了 它是能够帮咱们消灭大量的敌人 好这里这刚才我提到这个齿轮的地方 也是可以拿到一个石化之眼 然后咱们原路返回 好这里呢利用这个赶路的时候说一说这个金羊毛的传说 金羊毛传说还是挺复杂的一个故事 那金羊毛这个东西是哪来的呢 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吗 那个金羊毛自然就是金羊身上的 那这只金羊呢是神使赫尔莫斯的 那金羊呢是被这个弗里克索斯献祭给了宙斯 金羊毛呢被他献给了 科尔卡斯国的国王 埃尔特斯 然后这个埃尔特斯呢又把这个金羊毛献给了战神 埃瑞斯然后把他挂在一片圣树林里头 挂在树梢上 然后让一头独龙看管 这里咱们路过这个神庙正门的时候 先不要进去 咱们先往左边走 咱们这里要回到这个有传送带的那个场景 去拿一些好东西 然后这个 全希腊的人呢对这个金羊毛都是垂涎欲滴 因为说是至高无上的这个荣耀和财富是件宝贝嘛对吧 好这里回去路上有时候还会刷一些杂兵 然后这里要跳到这个地方去千万别掉下去了 好那么在希腊这个英雄里头呢就有一个人叫做叫做这个伊尔颂 伊尔颂这个人呢长得又是英俊小杂 又聪明又勇敢 反正是一张主角的脸 那他碰到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他输入篡权了跟哈姆雷特一样 命运非常悲惨 那他输入篡权以后呢就表示你如果说能把金羊毛给拿来的话呢 哎我就把王位让给你 这里这里 这里的话是用这个金羊毛反弹以后 再按方块有这样一招这个 大范围的这样一招 浮空吹飞技还是比较实用的 好然后他钻地的时候 千万不要学我去抓会被打的 那这个他叔叔呢 其实是知道这个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 他就是想陷害死他这个侄子 这样的话就没有正统的这个王位继承人和他竞争 他这个王位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那伊尔颂听了以后呢也是答应下来 然后召集了一帮人马一起去这个科尔卡斯国 至于这个这般人马是谁呢这个并不重要关键是在于他背后有这个智慧女神雅典娜给罩着 好那么他们来到科尔卡斯国呢就向国王说明来历 国王也就说你们这种人的见多了我 来这里这个杂宾发生贴图错误了被空中插死 这里我还想试一下这个金羊毛的反弹火球不过没有成功 那这个国王呢就说你不是要拿我们国家的正国之宝吗 那你必须得完成两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呢就是驱赶两头神牛 去跟田 然后跟完田的早上剥下一颗毒龙牙齿的这样一颗种子 等到晚上呢就会 这个孕育出一大堆这个恶魔士兵 你要把这些恶魔士兵全杀光 这个是第一个任务 那第二任务呢就是杀掉这个看管金羊毛的这条毒龙 那伊尔颂虽然知道这个任务很难 但是他还是接下来了 这里呢关键有一点就在于这个国王呢 他那个女儿也就是美迪亚公主呢 他是看上伊尔颂了 所以说他就来到 在这个半夜里头来到伊尔颂的寝宫里头 帮助他 然后他就带来了非常神奇的药膏 哎 像什么云南白药啊 什么印度神油啊 全往这个伊尔颂身上抹 伊尔颂抹了神药以后呢 顿时感到神力无边啊 腰也不酸了 背也不疼了 腿脚也不抽筋了 对吧 攻防两倍 HP无限 然后他就第二天在众人的围观之下 轻松搞定了这个第一个任务 那伊尔颂 避免这个夜长梦多嘛 他就想连夜把第二个任务也做掉 这个第二个任务呢 他就带了两个随从 一个呢就是这个沃迪美迪亚公主 另一个呢就是奥菲斯 这个奥菲斯呢还是有点来头的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奥菲斯他是阿波罗和这个 艺术女神谬斯的孩子 这个奥菲斯大家 应该如果说看过那个圣斗士星史 冥界篇的话应该有印象 在冥界篇里头呢有一个白音圣斗士 好像是要叫翻译成奥陆菲吧 他手上 一直拿着一柄小的这个竖琴 这个人就是 希腊神话当中的奥菲斯 他是这个弹竖琴弹得非常棒 最后死掉以后是被封为了天琴座 好这里我们先来看这个机关 把这三个这个放石化光线的机关全部反弹掉以后呢 就可以拿到三个宝箱 里头分别是这个石化之炎 凤凰羽毛和这个一个神弧 这个神弧呢 是石化之弧 那这个石化之弧呢 在二周末当中是 带有这个普通武器攻击 带有石化效果 这样一个bug的特效 非常强力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收集齐了所有的石化之炎 也是获得了一个银色奖杯 然后雪槽上限也是达到了一个最高点 不过还可以再涨一次 这个就需要用到盖亚宝箱了 那咱们以后碰到了再说 那再回来说这个 奥菲斯 凤凰羽毛好像还差不少 这个奥菲斯呢 大家至于他是怎么样到冥界去的 这个大家可以看圣诺是新史 那里头讲的还是比较忠实 希腊神话援助的 那对奥菲斯他的艺名非常多啊 像圣诺是新史的 好像翻译成奥鲁菲 然后好像还有翻译成什么 阿尔菲斯的吧 然后还有翻译成奥菲欧的 说起这个奥菲欧啊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有一个 歌剧叫做地狱中的奥菲欧 这个好像是奥芬巴赫写的歌剧 这个歌剧可能大家都没听过 我也没听过 但是他的序曲你肯定听过 这个序曲是什么呢 那这里咱们利用这个反弹石化金羊毛的这个反弹石化光线 把这个 大门给打开就可以进入 是欧利阿勒的这个神庙了 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本古天乐演的电影啊 叫做河东狮猴 在他这个电影里头呢 他唱了一首非常非常二的歌 叫做我是一颗菠菜 大家应该对这个非常二的歌很有印象吧 那这首歌的曲子呢 就是这里获得一个铜碑啊 好像是打碎20个还是30个 这个这个石化的敌人 有这样一个奖杯 哎这个歌 这个我是一个菠菜这个歌呢 他就是旋律就是来源于这个地狱中的奥菲欧 这个歌剧的序曲 大家可以百度MP3一下 这个地狱中奥菲欧 大家去听一下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好这边沿着这个梯子下去呢有一小段这个剧情 说话的这个人呢 就是欧绿阿勒 他说 Kratos 杀我孩子的凶手 没错 我能够感受到 你带给你带给我孩子的痛楚 好然后下来呢就有一场强制的杂兵战 这里头的杂兵配置呢 是一代这种非常常见的杂兵加上这个 挥舞着这个火把的米诺牛 这个又是新兵种了吧 好这里咱们多多使用这个金羊毛的防御以后反击的这招 就这招 那这个 咱们继续说这个神话吧 这个金羊毛的故事 奥菲斯呢有这个奥菲斯的帮助 他是这个天晴座嘛对吧 当然那个时候他还不是 他就带着竖琴过去 然后在森林里头呢 就弹起了这个竖琴 结果那毒龙呢听着就睡着了 睡着以后呢 伊尔颂就顺利偷到了这个金羊毛 而并没有去杀那毒龙 偷到那个金羊毛以后呢 他们三个人就火速回城 是这个顺利逃走了 那么回到国内以后呢 当然这个美迪亚公主也就 跟着这个伊尔颂私奔了 回到这个国内以后呢 他的叔叔并没有兑现那个诺言 也就是把这个 这里扣梯还失误了 他叔叔并没有兑现诺言 把这个王位让给他 那最后呢是这个美迪亚 心狠手辣 把他叔叔给搞定了 至于是怎么搞定的 哎这个因为有太多 少而不义的镜头我就不多说了 哈哈 反正和这个金羊毛的故事 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 那这金羊毛的故事 基本上就讲到这 这边杂兵也是杀得差不多了 这种杂兵呢 普通的杂兵就可以 服空以后利用地对空的 投机无限连 好这边还有一头牛 单挑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使用一下锤子 这边被砸的正着啊 好出提射了 很快啊 然后是两个QTE 按完以后呢 是个转摇杆 好 这里人杀光的封印就解除 这里这个绿魂宝箱 我犹豫一下 最后还是没有开 然后往前走呢 这里有一个红魂宝箱 这个宝箱应该没有人会漏吧 好走到这里呢 对边有一个非常神经兮兮的杂兵 他说你永远也见不到命运三姐妹的 那是我的命运 不是你的 然后他就把这个转轴给偷走了 这个人非常二 走路都走的不太稳了 好咱们推机关转下去的时候呢 要注意别转到底 转到再往下一点 这样一个位置 刚好这个奎叶能够卡出去就行了 咱们下去以后呢 先把这个飞蛾杀一下 好这边抓这个飞蛾呢 砸到墙壁上 当然你这个用武器攻击也是可以的 把墙壁打碎以后呢 里头是有一个宝箱 里面放的是凤凰羽毛 那到这里呢 凤凰羽毛还差六根就可以收集完了 然后在刚才那个石柱的石台的底下呢 有这样一个小口子 进去呢 里头是个宝箱 本来呢是个石化之眼 但是现在石化之眼已经拿全了 所以他就变成了一千点红魂 这个也是战神三里头也是这样 老传统的 他这个宝箱总会有一些备用的给你 好这里一层层爬上去呢 就会碰到一个 也不算新面孔的吧 战神一里头经常碰到的 后期的这种高级杂兵 叫做武器大师 这种武器大师 他经常会防 所以说还是比较讨厌的 多多使用这个近腰毛的反弹 然后用锤子高攻击力 这个速战速决 最后是按一个QT把它终结 还可以获得一些黄魂 那么这一期节目呢 也就差不多了 那下一集呢 就是和这个肥美杜沙 欧绿阿乐的BOSS战 敬请大家期待 好这里存个档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